我喜歡踩我自己 講一些魚話給大家聽 話說我十八歲離開香港 中學畢業第二次 第一次畢業不到 再重複第五 離開香港去加拿大讀書 我母校也不算是一間爬爬烏的學校 英文的水平忠忠挺挺 不算很飆青 我自己在學校也不太差 當然不太好 去到加拿大 英文當然說得到 別人會知道你說甚麼 但總而言之 都是有些事情很吵架 其中一件事 就是當時我有個屁股 她當然是加拿大人 她叫Karen 她不知為何 冰天雪地 她很喜歡開窗 她經常都會問我 Do you mind me opening the window 我就說O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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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 你開吧 你開 她問我 你介意我開窗 你開吧 你開吧 Yes yes go ahead 我見到她又沒有開窗 過了一會 她又走出房間了 結果 她久不久又會問我同樣的問題 我又說Yes yes 總之 問了她也沒事的 到後來我跟她朋友之後 她就說 你知不知道你多沒禮貌 我問我 為何沒禮貌 她說 我每次問你開窗 可不可以開窗 你都說 不要了 我問 何時她說不行 她說 我問你 Do you mind me opening the window 你便說 Yes 我問 Yes 即是你介意 是嗎 糟了 糟了 我以為Yes 即是Yes 你去開窗 就算是你明白 當你勇起上來的時候 你就開始吵架 這個也不算 關門 我們兩個知道 話說每個星期都有 例如Study Out 之後 我們便可以去Tuck Shop 賣食物 有一天 很想吃甚麼 杏仁甜筒 你知道我們是杏仁甜筒 我想問你 杏仁甜筒的英文怎麼說 你懂嗎 不懂嗎 我當然懂 我們以前在杏仁甜筒上 即是Dairy Farm 寫著 Nutty Nibbles 於是我突然想起 糟了 杏仁甜筒 那是否就是這個名字呢 於是去到Tuck Shop Tuck Shop 其實Horn Tuck Shop 這些人都是同學 去到很高大 六尺高 但他也是十六七歲的男生 我便問 May I have a Nutty Nibbles 他便問 What 糟了 立即害怕 大聲點說 我便問 I want a Nutty Nibbles 他便問 Nutty Nibbles Oh yes Is that what you call that 我怎知道你怎樣叫 我說 It's an Ice Cream Cone 他當然便知道 便拿了杏仁甜筒出來 因為我當然知道學校有杏仁甜筒 他便說 She said she wants a Nutty Nibbles 亦是我錯的 Nibbles就是乳雲 Nutty Nibbles就是一個果仁的乳雲 但其實那個是叫Nutty Nibbles Nibbles就是咬咬咬咬的東西 但我當日Nibbles和Nibbles 當然亦發錯了音 於是全學校一見到我都 Oh Nutty Nibbles 這是天下最大的笑話 甚至我們讀好的學校都很惱惱 何況一些不好的學校 我有個大學的書友 他有個弟弟來了 他好像讀聯方科 那些水平低得不得了 我的書友便說 你給我看看我弟弟的英文 你給我教一下他 我心想我的英文都是爺爺 我儘管看看你甚麼水平 便跟那個年輕人說 不如你作篇文給我看看 作文? 我說是呀 作篇文三百字 他問你未作文 回口也要寫四五百字的作文 他說我們沒有這樣作文 咦?我們沒有這樣作文 我說不要緊 你寫到多少就有多少 於是他寫了一篇文 他問我便說關於他自己 其中一句 他便說 I come Canada 即是我來了加拿大 I fat left 我看了一段時間 我便說價格聲少 真是厲害 直成是一個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為甚麼呢 是我肥了 就是I fat left 左 左便是左 他的水平是低到這樣 你想想他怎樣來讀書 真是很吵架 但就算你讀書厲害的時候 其實有些事情都會考慮大家 我哥哥也是一間學校 黃隱畢業 黃隱畢業 黃隱也不差到去哪裏 黃隱書院 好了 他去到加拿大 如是者 他有一天 他想玩一副啤牌玩 於是他去到Department Store 找不到 去哪裏有啤牌 於是他去到Counter 他便說 Excuse me I am looking for some cards 他便說 Cards 他便說是四樓 他便點了他去到四樓 他上到四樓 一上去 當然不是 那些是賣生日卡 復活節卡 情人節卡 聖誕卡 他便馬上去到Counter I am sorry Excuse me I am looking for some cards but not birthday cards 那人便說 Cards 他便說 糟了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 Cards 叫甚麼 那啤牌 會不會叫啤呢 他便說 Oh maybe I am looking for a pair 那個女人說 Oh It is down in the basement 他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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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他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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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牌又不行 甚麼都不行 結果很失望地回家 你想想 一個不差英文的人 就是考慮你想買一些東西 你無論是甚麼 說來說去你都說不出一副啤牌叫甚麼 那你說死不死 其中我們經常在餐廳 我們叫做Cafeteria 吃飯時 因為我們寄宿 吃飯時 永遠是最多笑話發生 我們已經不算多中國學生 但偶然也有一兩個中國學生來到 譬如我們想要一些醬汁 我們怎知道那些叫gravy 好像那些中國仔會說 Can I have some juice 醬汁就是Juice 又點回去 Juice Orange Juice 檸檬汁在那邊 然後他又去那邊 發現現在不是要Juice Oh no no that's brown juice Oh that's not called juice That's called gravy 你問我們 就是在加拿大讀書時 其實我們都在一個掙扎之中 學習 因為真的去到那時 然後英文說 說得好Good morning 說得好一些東西 但真的想要一些日常生活 你真的不懂就不懂 你無丫丫 你為何在香港 如果你不是讀家政的話 你怎會知道汁是叫gravy 有些難度 所以我們在加拿大 在struggle那幾年 是一點也不容易的 將來有機會表演一些 加拿大我賺錢的東西給你看 拜拜